倫敦的牛津街聚集了英國知名的百貨公司 旗艦店以及各式各樣的商店 平均一天新五十萬遊客造訪 交通繁忙時間走進這個購物商圈 對行人來說根本像是噩夢一樣 狹窄的人行道遊客摩肩接踵 不時還要流行計程車公車 汽車 閃避時不時突然冒出的腳踏車 倫敦市長卡恩十七號宣布 在施凱爾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牛津街圓環站到大理石拱門 全長1.1公里遠的街道 2027年開始將全面無車化 改為行人專用道 執行總薪費1億5千萬英鎊 我們總共有500千萬人去歐克斯坡街 在我們經濟到22億元的經濟 但這個街道是下降 我希望這個街道超過 一方法會做的就是 在這街道上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有公共的環境 卡恩指牛津街是英國零售業黃冠上的明珠 疫情過後隨著消費者購物習慣改變 以及遠距辦公人數增加 實體購物人流大減 牛津街的生意也大受影響 空電率有14% 而人潮就等於前潮 行人專用道可以讓人流量大增 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經濟融景 民間團體Living Street的資料指出 改善行人空間可以給地區增加20% 到35%的人流量 而步行逛街者的消費金額 更是搭車抵達者的六倍 卡恩2017年就曾經提過這項計畫 引發了居民強烈反對 當時保守黨掌控的西敏寺區議會 輕而易舉就把提案給擋了下來 而工黨上臺執政後 把帶動經濟成長列為首要目標 牛津街無策化的方案 便又起死回生 但由於交通改道後的 大眾運輸配套措施不明 加上無此以來 可能導致周邊街道拥塞 反對聲浪依舊存在 但國際間不乏行人專用道 產工的例子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行人專用道 就讓都市裡的餐飲 零售的數量大增 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安那 2007年設置的17公頃 行人專用道 讓空氣污染降低了70% 民眾出門走路的比例 也從19%增加到35% 恭喜新聞王滾編譯